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2022年1月19日星期三的晚上10点38分 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 又到了我们这个录音的时间了 好啦 我今天不要太吵 我今天就用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知性的态度 再次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充满鸡皮疙瘩的恶心夜晚 好啦 不要再闹你们了 没有啦 这一周其实我遇到很多事情 我们就从一个最迫近 最距离我最近的一个时间的事情开始讲好了 这一件事情啊 是发生在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洗好澡 然后打理好那个房间的东西 然后正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 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先讲一下我一个睡觉的那个routine 睡觉的这个例行公司 反正我前一阵子买了那个什么 Google Nest 就是有一个反正就很大的那种智慧型的音箱 我跟你讲啦 这个单身的人真的都很适合买一下这个Google Nest 因为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对他说晚安 就是什么 Hey Google 晚安之类的 然后他你知道吗 他就设计成那个AI 就会回答你什么 张静为先生晚安 然后什么 我现在把你的手机关成什么静音模式之类的 然后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反正就诸如此类 他会对你讲这些话 你知道吗 如果是你一个人睡觉的话 有了这个之后 你就会有一种 你知道 虽然是跟机器讲话 但是你就会有一种 你晚上会跟人家说晚安的错觉 你知道吗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一开始觉得是蛮蠢蠢蛮好笑 但是自从我设定的 就是我早上会跟他说早安 然后晚上会跟他说晚安之后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关心我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自我催眠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光那个Google Nest 光你跟机器讲话 然后那个机器会给你回应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给你一种 有人回应你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心里寂寞 觉得冷 或者是晚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 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入睡 会觉得没有办法入睡的人 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买一个AI机器的人 或者是你手机可能就有AI功能 反正诸如此类 但没有的人可以去买这个Google Nest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 嘿Google晚安 然后他就跟你说晚安 叉叉叉叉 反正就是这种 没有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AI莫名其妙 抚慰人心的一种 一种妙用 但反正我那一天 昨天啊 昨天想要睡觉的时候 睡觉之前 我还没有跟我的Google说晚安 但是我就 大家知道睡前都一定会滑一下手机什么的 所以我就开始滑手机 然后就看一下IG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喜剧演员 是台北的喜剧演员叫做嘉玉 他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喜剧演员 但是他已经也是跟我同期的一个喜剧演员 所以他也是讲了四年左右了 所以还蛮厉害的 总之他就发了一个现实动态 然后就是现实动态就是那个story 他发了一个IG的story 然后上面就出现了 他最近听了一个podcast 然后他就写说 哇这个podcast真的很好听 然后他很推荐这样子 然后就我对他的了解 他其实平常都没有在听我们的podcast 他没有听我的podcast 他也没有听阿秋的podcast 他对喜剧演员其他人的podcast 应该都是完全不听不闻的 你知道吗 结果他居然这个时候他推荐 其中一个喜剧演员的podcast 我就觉得非常讶异 所以我就去看一下 结果不看还好 一看就哇靠 你们知道是谁的podcast吗 是那个台湾最有名的喜剧演员 我们的喜剧第一人 这个曾公伯恩 曾公伯恩 我们的Brian Chen Brian Chen 他居然推出了他自己的podcast 好像那个 他的podcast叫什么 喜剩 然后slash 一个斜线 然后什么 博音 反正就是 他喜欢玩文字游戏嘛 虽然我觉得这两个文字游戏都是 有点牵强的文字游戏 他自然真的是 好了 但是随便 他喜欢就好 但是他反正 他最近就是在 他最近发了一个 他新的那个 事录的podcast 那因为他发了嘛 那在我睡前嘛 然后看一下 哦 他录了好像二十几分钟吧 所以我就想说 好了好了好了 睡前就把它当一个催眠曲 在我旁边放一下好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在听他的podcast 其实我觉得不错啦 就是 嗯 因为我们平常在看 喜剧演员在台上表演 尤其是博恩的话 因为他就是距离我们是很远的 他都是在做节目啊 或者是真的就是在台上表演啊 或者他推出来的影片 其实也多多少少像节目啊 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听到他真正的声音 他不像我们这种 就是很地下派的 就是很随便的 或者是说 拿那种真心出来跟你们交换 拿真的真感情来跟你们对话的 这种喜剧演员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 我觉得在podcast里面 真的也是有听到一些 就是他真的自己就是 闷在心里面 然后非常想讲的话 他借由这样子的表演形式 借由这种不断对黑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着黑暗 还是他是在一个 很漂亮光鲜亮丽的录音室 然后对面都是坐满什么制作人 还有什么制作单位什么 然后都在旁边 就给他一个feedback 让他在那边录音 但我们是对着黑暗的 总之就是往什么 往网路世界 倾土自己的内心 这种的表现形式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还没有听的人 可以去听听看 在里面你们可以听到一个 还蛮不一样的曾博恩 而且是比较接近 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曾博恩 你可以从那个里面 听到他的一些 委屈啊 他的一些愤怒啊 然后他的一些 很想要讲的一些话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 如果说是表演的话 我们是把我们很想讲的话 藏在我们的笑话里面 或者是藏在我们想要讲的东西里面 但是如果你是经过那个 直挺挺的像这种对话 或者是说那种 难难自语之中 你其实多多少少都可以 捕捉到那个一些些 一点点的那些 真实的 发自内心的注射马基尼 这种发自内服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听起来蛮不一样的 会是 我觉得跟大家所想象的 曾博恩会是 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又如此的熟悉啊 就是对我来讲 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啦 所以蛮推荐大家 我也觉得蛮喜欢的 那希望他之后也可以继续录啊 那我也会继续听 看他有什么料可以搬出来 跟我们大家讲啊 不要 大概就这样啦 所以就是欢迎他来到 录Pakest的时代啊 好啦 大概就这样 那上个礼拜 还有一个什么事情 上个礼拜我去了 上礼拜五吧 上礼拜五我去新竹讲OpenMind 我最近就没有去台北OpenMind 因为我跟你讲台北的OpenMind 真的因为报名的机制啊 虽然没有很复杂 但是真的 你那些抢位置 我觉得好麻烦哦 有的时候就是 要抢位置要报名 我就觉得好懒 这样子 然后可是像新竹的OpenMind 基本上就有报就有上啊 他们现在的人数还没有超过 应该是还没有超过十个人啊 所以就是还蛮好报的 所以因为又离我家算蛮近的 跟台北的距离可能差不多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去新竹的OpenMind 讲讲看 一方面换一个环境 然后也可以比较多 给我比较多的动力啦 所以我这次去的话 我这次去新竹OpenMind 比较像是一个探路的概念 还有那个熟悉场地的一种感觉 这次去其实我其实蛮惊讶的 我惊讶的点是 我第一次去新竹嘛 然后我不知道新竹 他们OpenMind 对台北的OpenMind的想象是什么样 但是我去新竹OpenMind的时候 我真的是看到了 就是很久没有看到这种 对我来讲 是充满热情的那种演出 就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表演可能 没有像很多台北的 台北有很多成熟 相较之下 比较成熟的演员嘛 台北的那个表现力啊 或者是说什么 都有一个fire 就都有一个样子 但是你到新竹那边去 大家都还是在练习的阶段 可是你从他们的表现中 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 那种投入跟那种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种集中力的感觉 大家是真的很认真是想 还在那个阶段 就是很认真的想要 讲这个东西 像台北有的时候 你多多少少会看到一些人 他们开始讲的时候 虽然是 那个fire 那个技巧 其实是都有出来 但是你就少了一点那种 你知道吗 少了一点那种投入的精神 不会有那种命悬一线的那种表演感 可是你在新竹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机会特别的少 就是他们好像 因为观众人数还没有养起来 现在人数有渐渐变多了啦 我这次去真的也吓到 现场应该有 我只好三四十五十人吧 之类的 那不知道有没有 我只是乱讲 就是一个印象 因为他那个场地就几乎要做嘛 应该也做个八九成 我就觉得人蛮多的 然后只是说那个 我觉得每一个表演者 真的都好像很珍惜那个场地 然后很珍惜那个 那个节奏 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那个气氛非常棒 所以我这次去新竹OpenMind 再加上那个观众人数 其实算蛮多 所以我完全就是觉得 哇这个场地 好像真的可以慢慢坐得起来 你知道吗 就蛮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为我自己知道 就是包括在台北啦 OpenMind这个东西 在经营上面 其实一直都很有困难 因为一方面就是 因为是OpenMind的关系 所以你表演的节目是 能不能维持住那个水准 其实是 有的时候是靠运气 或者是靠所有演员的一个默契 还有靠主持人的功力 所以在推广的时候 他那个吸引力 其实远远不如正式表演来的那种强烈 所以我觉得他们经营得起来 而且已经经营到这个规模 真的是蛮令我讶异的 他那个背后的热情 那个背后的 那个燃烧的 燃烧的热情跟这个金钱 真的是蛮让我意外的 但我觉得慢慢能做起来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也很开心就是有人可以继续这样做 真的是 真的是只能给他们拍拍手 给他们很大的鼓励 那我之后可能就是有机会的话 应该也会多去新竹的OpenMind 当然也有可能我就是很懒嘛 然后懒一懒就也许就不会再 不会那么常去新竹OpenMind 我不知道啦 就尽量去啦 但我这次去的时候 因为我就去了嘛 然后那个 我当然就跟我的那个地头蛇打一下招呼 我跟那个范刚群先生讲了说 我那天回去 他就说 哦 你要去哦 那我就去看你一下 然后大家知道 从上一集就知道 这个新竹的这个范刚群 这个喜剧演员 他就是一个很击掰的人 我一直跟他贴这个标签 我真的是不知道 他会不会只要跑过来骂我 但没关系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在听我这个Podcast 反正他就是一个很击掰的人 反正我这次去新竹的时候 我是做那个大众运输工具 我是坐高铁 然后转台铁 因为那个四楼 OpenMind的场地叫做四楼喜剧俱乐部之类的 然后顾名思义 他就是一个在四楼的一个场地 他除了在四楼之外 他位在那个新竹火车站附近 所以高铁站离火车站 就是一定要转搭台铁 然后好像要坐个六站左右的台铁 就是搭那个台铁区间车 所以我这次去新竹讲OpenMind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像那种新竹的上班族 然后我从外地现在 要回到新竹的家乡的那种感觉 就下班时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坐着坐高铁 然后坐到新竹站 新竹高铁站 然后从竹北那边 然后转车到新竹市中心 那我坐台铁的时候我就觉得 还蛮方便的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它高铁跟台铁是够不够的嘛 所以你就走一段路就可以转台铁 我就跟台北那种感觉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交通还蛮方便 然后反正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范刚群就问我说 那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然后我就说 我今天就是就跟那个上班族一样 我就是高铁转台铁 然后我就还蛮方便的 然后走过来这样 然后就 范刚群就说 啊 敬为 你没有开车吗 他就是非常机会 就是那种超级压力 你没有开车吗 那不是很远吗 有过远的耶 你这样很不方便吧 超级靠北 然后我就说 不会啊 这种大众运输工具 很方便吧 他就说 然后范刚群就跟我说 哇天哪 你居然做大众运输工具 哇天哪 他就说 我 他就跟我说 我 我好像已经七八年 没有坐高铁了耶 更不用说台铁 台铁 我大概十几年没有坐了吧 反正范刚群就是一种 就是他完全跟一般的那种市井小民 他就是一个大老板 他就是一个卖 法国马卡龙的一个大老板 他怎么可能 你知道他根本不屑坐这种高铁啊 台铁什么东西 他每天就开着他的那个 巨型坦克车 在这个台北市街头啊 呼啸而过的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看得起这种 我们像这种市井小民 坐坐这种高铁台铁通勤的人呢 反正他就真的是很击败的一个人 我是说 你可以就是亚裔 可是你不用那么亚裔吧 就是不过就是坐个高铁跟台铁 是有没有那么 那么亚裔啊 反正就是 就是这次也是跟他这样 聊了一阵 然后他就 反正后来就说他要载我 载我去高铁 这样子 然后我们后来就 讲完了Open Mind以后 然后我就坐了他的车 然后坐到了 坐到高 新竹高铁站 但我必须老实讲 他那个开车在我到新竹高铁站 跟我跟我坐台铁到新竹高铁站 时间根本就是差不多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 他只是不知道现在就是那种 三铁共购 那种转车有多么的便利 然后那个速度有多么的快 时间配合的多么的好 他就现在还是觉得说 开车应该比较开心吧 开车应该比较方便吧 但是他就不知道像我这种 很不会开车的人 对我来讲开车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我去坐坐高铁啊 转转台铁啊 是蛮开心的 而且在那个路上 一路上我其实可以观察 很多很多的人 其实他这些事情就是 他可以给我很多那种 给我很多那种 观察人的一些养分 或者是说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那种到 世界各地 或者是说在台湾的各地走的时候 然后你去观察这个地区的生态 有的时候那个生态是一种 很难以言喻的那个感觉 就是那种人的气质啊 或者说人散发出来的那个感觉 然后或者说你 其实在台北有的时候 你会看 不会看到某一些族群的人 然后可是你到了别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 这里有这些族群的人 然后他们那个气质 穿着 或者是打扮 或谈吐 其实都跟台北非常不一样 或者说跟我现在在桃园这边 在桃园这边也非常不一样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 也许是叫做风土民情的一个东西 然后或者说看一下大家生活习惯 这种东西我觉得一直都 很吸引我 很吸引我 我稍微喝一下水 这一半还有什么 我这一半也有做一件事情 反正我这一半刚好也有几天 是回到那个台北 我这几周啊 这几周其实我都有回到台北市 然后我去台北的时候 刚好刚好 因为我现在回台北都是那个 都会经过那个台北车站 所以我其实最近就常去一家 就是我以前常去的一间咖啡店 我可以跟大家讲 那一间咖啡店叫做Kiosk 它是在那个中校新增 Kiosk的拼法就是什么 K-I-O-S-K 其实我跟那个老板 我跟Kiosk这家咖啡店的那个老板 认识真的非常久 有多久呢 我跟你们讲有多久 应该有十几年了 真的有十几年了 因为它是从我那个 它是从 哇 我开始做翻译之后 其实好像就认识它了 我真的忘记我第一次踏进 它的那家店到底是什么时候 反正它以前Kiosk 这个这家店的那个老板 以前他不是在 中校新增这边开店 它以前这家店是开在那个永康街 然后它开在永康街的时候 它的那个店名叫做Flat White 就是它其中一种 一种咖啡叫小白咖啡 好像是澳洲来的吧 那个奶的比例好像比较高一点之类的 就叫Flat White 那它那个时候开在永康街 然后它开一开 它那个时候是走一个木系 木头系的风格 它那个店里非常温暖 那就在那个 永康街就是在那个师大的后面 所以 可是我记得我是在更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去这家店 反正我因为做翻译的关系嘛 所以 我就常常去这家店工作 然后读书也会去这家店读书 然后我就长期在那边 然后后来 后来它好像开了第二年 还第三年了吧 然后它就把这间店顶让掉 它想说它想要换个地点 它想要开一家新的 新的店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这样想 总之它就把这家店就是顶让掉 那后来Flat White这家店 就给那个谁啊 魏如轩跟 另一个音乐人叫什么 忽然想不起来 陈建年吗 反正就是 就是 就是两个音乐人 好像把这家店顶下来 然后他后来就把那个 这家店Flat White的名字改掉 那他那个时候让对方买下这家店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他的那个要求就是说 你们后来的店名必须要保留这个F 这个开头的F这个字 然后所以好像魏如轩他们把那家店顶下来之后 就改店名就叫做For Good 就是永远的那个 那个那个词 那个片语 For Good F-O-R G-O-O-D 这样子 For Good 所以现在那家店好像还在 好像还在 在永康街你们可以去找 就是For Good那家店 之前就是 Kiosk的店长的老店 这样子 那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 他这个店长好像就没有开店 他就去别的店打工 打工的店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但没关系 反正那个时候我就 那段时间我也在其他地方 就是奔走在台北市各大咖啡店工作 然后也就是四处探索 然后去寻找就是适合我工作的店家 我这人也是蛮挑的 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店我都很喜欢 那后来呢 好像不知道哪一年的时候吧 他就跟我说他要开一家新店 在忠孝新生这边 然后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看看 然后那家店就是Kiosk 那他开Kiosk的时候 我后来好像他开店好像 因为一开始好像蛮红的吧 然后我就没有去 因为我这人就是讨厌人多 然后后来过了 大概几个月以后我就去那家店 那家店哇就真的很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去第一个感觉就很不一样 因为他以前是用那种木头色系的东西 他一向都是走蛮有质感的风格 那我这次去Kiosk 他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比较金属一点 然后他的家具用黑色的 他的门是用蓝色的 就是变成有一种 因为那个老板他是走很音系的风格 我看他以前每次出国的时候 他都会去英国 然后有点像是去取情去那边工作 然后去吸收那边的美感 然后他那个店里放的音乐也都是那种 很音系的 有一点微微的punk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鼓声都非常清透的那种东西 他就很喜欢那样子的东西 那他这次去国外回来 他也是弄了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店 尤其他的那个厕所也是 那个我觉得他地板的那个砖 在所有人用小碎砖之前 他就开始用这种很有质感的这种砖 然后他平常他也会 常在那个桌上定期去更换他的盆栽 反正就很用心的一家店 然后非常干净 你只要去了你就可以感觉到 他的很多龟毛的用心之处 当然他也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 总之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默契跟缘分 后来他开了这家心店 也是经历一些变化 他一开始开的时候 有跟另一个人合伙 所以他们那个店里面 好像有做甜点跟那个 一些减餐小餐点 结果后来好像跟合伙人 就是合作结束 所以就分道养标 所以他之后就只有专门卖咖啡 那他这里就要讲一个小故事 他那个时候其实有跟我分享 我们就是平常有的时候 我去喝咖啡的时候 就会跟他聊天 然后他就会聊一聊 他就会跟我说 那个时候这家店的氛围 有的时候会 因为大家知道吗 有甜点跟那个小减餐 好像酪梨面包之类的 就会吸引一些 就是他以前从来不会遇到的客人 然后他其实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店会变得太吵 就是会有很多媒啊 会有很多那种网美来打卡 来弄什么 那他这个人其实是有点真的是那种 咖啡的吧台手 他就是专门在做咖啡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 平常如果是一般喝咖啡的客人 其实都是一进来是那种很安静的 看看书啊 看看笔电啊什么的 所以或者是说做那种就是 安安静静的聊天 可是当之前就是有做餐点的时候 那个店里面都是网美 然后网美就是一进来就吉里呱吉 然后一直狂拍照啊 然后什么的 他就很不喜欢那个氛围 所以他 他就说 他后来只纯做咖啡的时候 虽然那个生意就是有 初期啦 初期有稍微有点掉落的感觉 可是他说那个店里的声音啊 变得 他就变得非常的好听 所以他总之呢 他也是一个跟钱过不去的一个店长 他没有想要把那个 让那个整个店里就是 提升什么翻桌率 或者是说 要就是一直卖吃的东西 他就是专门 他现在就是专门做咖啡 然后他说那个店里的声音 他现在很喜欢 反正是一个蛮有个性 蛮妙的一个店长 总之 总之我跟他的 他的那个缘分大概就是这样啦 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家店呢 因为 这家店我必须讲 我之前有遇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然后 就是发生在他的店里面 那一次是 就是我跟平常一样 我就去他的店里面喝咖啡嘛 然后工作 那 工作到中途 我就要去那个 上厕所 然后走到他那个厕所门口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大对劲 因为一般来讲啊 他们店里面 我不知道是一个传统还是什么 但是通常那个店里面 那个厕所门啊 基本上是不会关起来的 都不会眼上 就是如果大家上完厕所出来 都会让那个厕所门 不会完全关闭 有点像是告诉大家说 哦里面没人 所以你可以进去 他就只有那种单门的一间厕所 然后我那一次去呢 就是 我要上厕所 我就发现 诶 那个门是眼上的 可是他虽然是眼上的 可是他没有关紧 就是很明显可以看 所以那个门其实是没有关紧 然后所以没有关紧 就是代表没有锁住 我就想说 所以里面 是没人哦 所以我就稍微敲了两下 然后就当我敲那两下的时候 那个门就 啪啦 这样打开 那我原本那一瞬间是想说 哦 所以就是没人嘛 所以我 反正我都敲了 所以我就正要进去 结果那个门 可是我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手放到那个门把上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第六感 就觉得不对 里面有人 里面应该有人 但是奇怪的是哦 那里面那个人 我不但有敲门 而且这个门已经慢慢打开了 可是他仍然没有出声 跟我说 里面有人不要进来 之类的 就是 没有这种声音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手就停在那个门把 然后你知道吗 我那个当下就是 全身的毛孔 全身的神经 都在感觉说 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后来我就觉得 应该有人 我也没有去看 我也没有去确认 但我觉得里面有人 所以我就悄悄地把门 因为我也不想让他太尴尬 所以我就悄悄把门拉上 然后拉 关上 我就直接把门关上 然后想一想 然后我就回到位置上 然后回到位置上 我就装作 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 但是我的那个眼角 你知道吗 我的眼角就一直在 偷偷地在观察说 等一下厕所 会不会有人走出来 会不会有人走出来 就过了大概 没多久 大概一两分钟而已 果然有人走出来了 真的有人走出来 然后二姐是一个女生 是一个女生走出来 她也是 完全好像若无其事这样出来 然后洗洗手啊什么 然后拨一下头发什么 弄一弄 然后她就回到位置上 那她的位置刚好是在我左边 隔一个桌子之后 旁边的一个桌子 然后那个她桌上 还有另一个 另一个她的朋友也在 那我就觉得很喜欢 为什么 她会觉得 就是她会 她会觉得 有人要进来 为什么她没有出生 还是是因为她 觉得说 外面人其实没有要进来 所以还没有出生的必要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我就听她 跟她朋友聊天 然后我就发现 诶 她是一个日本人 她是一个日本人 她跟她朋友聊天 是用日文 那我就在 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给我一种 很有趣的感觉 就是 天哪 她该不会是 那个当下 她有点吓傻了 所以她不知道到底要出生 还是不要出生 然后她可能也是 就是我不知道 日本人是不是比较害羞什么的 所以当下她可能 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那还好我当下是我 你知道吗 因为一般人可能就直接 推门就进去了 然后但是当下 我就是一个 相当敏感的人 所以我就感觉到她在里面 她没有出声音 但我也没有出声音 然后而且我也没有在 出声音确认说 里面有人吗 这样 就是好像给她难堪 你知道吗 我就直接就走了 然后让她就是 若无其事的出来 好像这件事情 就完全没有发生 反正我也不知道啦 这就是一个 当下我不知道 就是当下 这就是一种 有礼貌的默契 你知道吗 就是太有礼貌的默契了 我当下觉得 不能再 不能把她点破 她当下也觉得 好像没有必要伸张 然后她就若无其事的出来 我也是若无其事的离开 然后等到就是 后来有另一个人 进去上厕所之后 我才跟在那个人 后面去上厕所 我也不会让 那个女生知道说 刚刚在门外的人 那个人是我 或者是也许 她根本没有发现 外面刚刚有人 她也许只是觉得 可能是风把门吹开了 但我其实最后 还是在想说 为什么那个日本人 不把门锁好 为什么那个日本人 不把门关好 这也是永远在我心中 留下一个未解之谜 反正就非常有趣的一个缘分 然后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总之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Kiosk 这家咖啡店看看 你们就更有那个带路感 那 其实我到Kiosk 咖啡店 这么多年 真的是 就是给那个店长 跟那个店长买咖啡 买这么多年 然后每次喝嘛 我其实跟她真的也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默契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从以前 她在那个Flat Y 在永康街的时候 我就常常喝她的Cappuccino 然后我现在到了Kiosk 这家店 我也是都喝她的Cappuccino 所以我跟她点餐的时候 我其实基本上 我已经不用再跟她讲什么的 我就走到 我每次都直接走到她的收银台 然后给她钱 然后她帮我刷载具 然后我们的消费行为 就到此为止 我不用跟她讲说 我要喝什么 我也不会跟她闲聊什么 今天一样的 就是有些人不是会很有礼貌 没有 我们现在已经都不讲话 就进去就嗨 打个招呼 嗨你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做 类似机械的动作 完全不用讲话 然后做完之后 反正我就坐回我的座位 她就会帮我做咖啡 然后其实我现在 比较常喝的已经都是 手冲的咖啡了 就是我已经习惯喝 没有奶的咖啡 可是我每次到 Kiosk这家店 我还是会喝她的 Cappuccino 就是一种默契 或者是说一种怀念吧 我觉得那个时光 好像就停留在 那一杯Cappuccino里面 数十年如一日的 Cappuccino 很妙很妙 就跟大家分享 这家店 如果有兴趣的人 偶尔可以去 偶尔可以去 有的时候搞不好 就会遇到我 对不对 总之就是这样 我喝一下水 时间过得很快 数十年如一日 有的时候喝她的咖啡 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最近 我这礼拜其实还有一件 比较衰的事情 这礼拜有一个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大家 会不会常遇到这种事情 但我很常遇到一件事情 我很常去一家店 然后去一家店 然后我点的那个餐点 每次都没有 或者我点的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或者说我想要买的东西 都没有 我每次都这样 我这一生我真的蛮衰的 就是就我脑袋里 现在想到 我每一年至少有大概 十几到二十几样东西 都是缺货 十几到二十几样东西 到店里面的时候 点餐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 那个店家都会出来说 我们这个卖完了 我们这个已经没了 真的屡试不爽 十几到二十样 你知道 十几到二十样 我每个月至少有两到三次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 后来真的是逆来顺受 我以前在外面就是 一开始会觉得很不解 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都会缺货 为什么都会被点完了 然后有些东西 甚至不是限量 你知道吗 我只是当天去 他刚好没有 这真的是非常奇怪 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不爽 我真的是 真的是衰到爆了 然后我这个礼拜 你知道吗 就有两样东西 让我感受到这种 心寒的感觉 真的是心寒 有一样东西很好玩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常常去全联超市 但是全联超市 就是常常有一些 就是你只要挤他的印花 你就可以去换一些产品 那他那个产品 就是说 例如说你挤什么 二十个印花 就可以用什么 假设 假设一千块买得到 然后你可能挤五十个印花 你就可以用八百块买得到 就同样的产品 那像那种 如果你每天都有在做菜 每天都有在买全联的话 其实你那个集点的时间 其实一定都会 集得到五十个印花 所以反正这一次 他们好像 我忘记是哪一个牌子 反正这次的那个 这次的集点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非常想要 它是一个 就是三建筑的那种 医疗钢制的保鲜盒 那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那种钢 我们一般那种装水 什么钢 好像是用什么 304 编号304的钢之类的 我已经忘记 那个说法到底是什么 但反正这一次 它的那个 那个保鲜盒 它用的钢 好像特别好吧 是医疗钢 我自己在看 自己在想要买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注意到 这个资讯 这个资讯是后来 我女朋友跟我说的 因为我就不解 就是一个 金属质的保鲜盒 为什么会这么的抢手 为什么会这么的夸张 所以反正我女朋友 后来才跟我说 这个东西好东西啊 这个是好东西 但反正呢 反正我就挤了 挤了很多的那个印花 那我就去换了 我去换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呢 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是1月嘛 它那个活动 好像到1月20吧 然后我就去换了 然后我就知道 像这种换货 不是你当场就可以拿 它基本上厂商也是要叫货嘛 它要确定数量嘛 所以我就想说 那可能因为 根据我之前 有换了一个平底锅的 那个经验 大概一两个月 应该就可以拿到了 结果呢 我换完了之后 那个店员 他开给我的 那个取货单 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说 现在如果你现在换购的话 大概6月的时候 可以来跟我们领货 6月来跟他领货 现在1月 现在1月 然后你跟我说 6月才可以领货 超级莫名其妙的啊 我当下真的是觉得 我直接就跟那个店员说 我直接就跟那个店员说 6月才可以换 然后那个店员就很尴尬的 跟我说 因为这个就是还蛮热门的 我真的觉得超扯的 就是你1月买的东西 然后6月才可以到货 这是什么道理啊 我就真的 大概我就觉得我很衰啦 然后我女朋友是已经 他就已经换了 然后他好像再过一个多月 好像就可以拿到 还是两个月就可以拿到 然后他听到 我就跟他抱怨说 我6月才可以拿 然后他也是傻眼 蛤?你6月才可以拿 我说对啊 我6月才可以拿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我就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样 之前反正就是 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一样全联啊 全联跟某一家公司 德国的一家公司 一个锅具公司 就是合作 一样他做这种换 就是换印花点 然后可以换购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折扣的 一个促销方案 那结果呢 这个德国的公司厂长 就等到他拿到订单的时候 他真的吓傻了 因为全联那个时候 他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们预估啦 他们预估说 在台湾啊 卖这个锅子啊 应该可以卖到两万个 所以他就在跟那个公司合作的时候就说 你只要跟我们合作 然后我们只要做这个 极点印花的活动 应该可以让你们卖出两万个锅子 所以反正就是一种活动嘛 互惠的一个方案 结果呢 全联的档期结束 你们知道那个锅子卖了多少吗 原本预计是两万个嘛 结果档期结束 全联总共卖出22万个 22万个锅子 然后你知道吗 那个订单一过去 那个德国的那个厂长傻眼 他想说 台湾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办一个这种 几点换购打个折的活动 结果他那种贪小便宜的心态 居然卖出22万个 22万个耶 超级扯的 然后后来那个德国的那个 锅具的那个厂长 那个公司啊 他说 你知道22万是什么概念吗 22万个是这个品牌 全球一年的销售量 所以台湾就是在那个 锅具的这个活动 可能才三个月之内 他就直接买了这个锅具品牌 过去一年的销售量 22万个 然后他说 那个德国品牌 整个傻眼 觉得赚翻了 台湾人就是这么疯狂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就是那个保鲜盒 应该也是这个概念 就是原本可能想说 那我们就卖个5万个 然后可能这一次 就是又卖个什么 我也不知道 55万个之类的 所以我才要等到6月 哇靠 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 那除了这个 全链超市的这个事情呢 我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很衰的 就是我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刚刚真的是 真的是觉得 反正就是我刚刚想要去那个 IKEA 我刚刚想要去这个 IKEA买那个衣架 然后这个衣架呢 也不是什么多稀有的衣架 你知道吗 它只是就是 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那种 你的那个一般的衣架嘛 然后它的那个肩膀 坐比较宽的 然后坐着圆圆的 就是那种 可以把衣服撑起来的 我最近有把一些 就是冬季的大衣啊 什么带来 带来我的新家 所以我想说 我买一些这种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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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 那个支撑性比较好的衣架 不要让那个肩膀的部分 有没有 因为原本的衣架 就有点变性 我让它有点宽 让它有点立体 才撑得住我这个 壮硕的肩膀 自己说自己壮硕 真的是很靠北 但反正就是我想要 买一个那种宽 宽版的衣架嘛 然后那个IKEA 就有一种 这种宽版的衣架 那我 我家附近 这个最近的这个IKEA 好像很少 那样子的衣架 那我就有稍微 在网路上先查一下 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就查了 就说 哇 这间店里面太好了 这间店里面的这个衣架 还剩15个 15个应该很安全吧 应该不会被人家拿光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说 好我就开开心心的 就去了这家IKEA 我去的时候就觉得 有点不妙 因为就是放眼望去 看了就是它那个衣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设好几区嘛 你知道IKEA就是常常这样 就是一个重复的商品 它一定要放在 四五个地方 然后一直跟你说 赶快买啊 赶快买啊 来买嘛 这里也有很方便 你随手印啊 放到你的篮子里 就可以去结账了 然后那个人想说 不要 我忍住 我要忍住 然后你可能走了大概 它又做成像迷宫一样 你可能转了四个弯 然后又看到 同样的商品出现在眼前 又在那边跟你说 来嘛买嘛 现在这是我们 最低价的商品 你一定要拿到 你的那个 漂亮的那个篮子里嘛 IKEA就是这么 万恶的一个地方 那反正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到每一个 一架区啊 因为一架 其实放的到处都是 你知道吗 我到每一个一架区 我都没有看到 我想要的那个宽版 宽版 的那种议价 后来我就到了那个 总区 我也不知道那个要怎么讲 反正就是 一架的那个 这个商品的 集中的区域 就是专门卖一架的那个地方 我就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在那一块区域 大概绕了两三片 然后发现 怎么都没有那个一架 这家店里面剩的那15个 宽版一架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然后最后 我就忍不住了 我还是去找 那个店员 因为我想说 怎么会找不到 是不是我真的眼残 你知道在IKEA 其实也常常就有 这种眼残的情况 就是明明那个商品 就是在你刚刚经过的地方 然后你经过 然后你视而不见 然后你去问那个店员 店员跟你说 就在这边啊 的时候 然后你才发现 哇靠 是在这边 我刚刚真的是眼残 我真是一个白痴 对 也是有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所以呢 我就赶快去找一个店员 我就跟他说 我在找这个衣架 然后他就说 什么衣架 然后我就放大给他看 就说 这种宽版的衣架 然后那个店员你知道吗 他给我的反应就是 呵呵 他先笑 他先这样笑一声 我就超不爽 你笑屁啊 笑屁啊 我为了找这个衣架 我来到你这家IKEA 然后你现在给我笑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今天刚好卖完了哦 我说 蛤 卖完了 我 我刚刚还在确认说 这间店有15个啊 他就说 刚刚我知道 就是还剩两个的时候 就被人家买走了 他说 大概两个小时前的事 你知道这有多衰吗 我已经在家里 已经确认过 这家店就剩15个衣架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 我还是想说 不会那么衰吧 还有15个 15个算是蛮多的衣架 然后我去了那边 他跟我说 两个小时前 最后两个 最后两个衣架 被人家买走了 这附近是到底 有多少人在买衣架 是有多少人 在冬天的时候 需要挂大衣 我就请问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偏偏 我只是就是要 买这个衣架 为什么不让我买 我真的很气 因为我真的专程去IKEA一趟 然后我想说 今天就是要来买衣架 然后我就没有买到衣架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很难过 然后反正都到IKEA 所以我还是有逛一下 但是你知道 我就是要来买衣架 所以我逛一逛 我也不会逛到说 有什么东西 我是真的想要买的 还好 还好 这个故事并没有落在这种 我很难过的一个情绪里面 我后来走到那个特价区 就是一种 不知道 就是我那个心中 已经完全不抱了任何希望 然后就只是到特价区 有的时候IKEA的特价区还不错 会有一些杯杯盘盘 然后基本上都是什么 五折四折在卖的 那你如果刚好有需要 或是说 有一个东西你觉得还OK 你花点小钱 几十块也许就可以买到快乐 对不对 这就是那种特价品的一种快乐 就是你好像花个一点小钱 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赚到 赚很大的感觉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 一种独树 就跟你买了那个Google Nest一样 它可以在早上的时候跟你说早安 晚上的时候跟你说晚安 然后你就不知不觉觉得说 这就是我人生的小确幸了吧 一个AI机器人跟我说早安跟晚安 我好像有人爱着我一样 这是不重要啦 我干嘛要回去讲这种东西 对反正我在那个特价品区 我就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一架 一个 一个我梦寐以求的一架 然后还用半架躺在那个架子上 应该是展视品吧 然后躺在那个架子上 然后当下看到那个一架 我心中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这就是我 找寻了好久 寻觅好久的一架 然后它现在是用半架的姿态 躺在那边 我慢慢的缓缓的伸出我未站站的手 将那个衣架拿起 然后左翻右翻 检查它身上是否有我无法注意到的伤痕 或是任何恶心的东西 结果都没有 它是一个完整无瑕的衣架 它唯一犯过的错误就是 它曾经是一个展视品 可能挂在一个不知名的衣橱里面 然后让无数的人 几千人看过 所以我就把它全身喷了酒精 用了一半的价钱 把它带出IKEA 它现在开开心心的 挂在我的衣柜里面 挂上我的大衣 这就是我一个美妙的故事 这就是 今天 PARCAST最后的一个故事了 总之我这一趟去 虽然呢 很衰的 那15个衣架就被人家买走了 但是我最后买到了一个 半价的特价衣架 我现在把它带回家 但是我的还有好几件大衣 我还在等着 等着我的那个宽版的 衣架 我可能再过几天 可能再去 再去IKEA一趟 看他们有没有新进的货 我应该还是会在网路上先查好了 但反正我真的是很衰 你知道吗 我每次遇到这种 这种事情就会非常衰啊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要点的东西每次都没有 然后要买的东西每次都缺货 真的是啊 反正就这样啦 今天的PARCAST就录到这边 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这么衰啊 新的一年啊 我们要积极正向啊 对不对 这个疫情现在也是让我们这个整个台湾社会有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坚定自己的心啊 打疫苗就打一打 虽然第三季啊 只能稍微有一点亡羊补牢的作用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心存希望 然后小心自己的身体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啦 不管你在世界的各处啊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过得顺顺利利的 大家都要赚大钱呢 是不是 我其实有时候看那个背后的那个数据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们知道吗 我的听众真的超级散步在各个地方 虽然最主要的可能百分之八十几都是在台湾的 但是就是我发现就是中国大陆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人来听到我这个频道 然后香港也有 马来西亚也有 辽国 还有一些辽国来的听众 然后欧洲国家可能就是有什么 德国啊 德国蛮多的 然后英国也蛮多的 然后美国也是有不少人在那边听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散落在各国的 我这个学长姐或学弟妹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听我这么无聊的一个练习口才的声音 当然总之感谢你们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在国外的海外同胞啊 海外的这个听众来听我这个节目 但反正感谢你们了 希望能够用我这个磁性的声音稍微啊 能够抚慰你们这个怀念故乡倒国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怀念故乡倒国啊 还是你们就是只是 只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听啊 或者是只是对台湾的社会有兴趣啊 那也可以啦 都好啦 大概就这样啦 反正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 我是张庆为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拜拜 拜拜 耶 啊